12月15日凌晨2点钟 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和去世 当日下午南阳市殡仪馆设立起灵堂 供社会各界前往调研二月和先生 15日下午2点半左右 二月和先生的遗体到达河南省南阳市殡仪馆 追寻先生医院 先生遗体进食区时特别做了不扰面安排 但记者在现场看到 当遗体到达殡仪馆后 还有不少获得消息的群众自发前往调研 灵堂门外摆满了各界 调研二月和先生的花圈 除了自发调研的群众 河南省及南阳市相关领导 二月和生前亲朋好友 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调研 二月和本名零解放 河南南阳作家群代表任务 引起笔下500万字的帝王系列 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三部作品 被海内外读者熟知